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止收盘 下跌为0.3% 收在6697点左右 中国方面则轻微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0.6% 深圳方面上涨0.4%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大约有0.3%的下幅 而美国的三大指数则继续在创出新高 其中道琼斯指数达到了23700点的高度 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美国建国以来目前的最高价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415美元左右 另外石油价格则继续保持在60美元之上 报价60.20 最后数字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在上周五到现在三天时间里面 一共是下跌15% 从12500美元一枚下跌至现在的10600美元一枚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就来说一下的是现在澳洲股市已经连创新高 很多投资者都会想着现在新高之后是否未来会有回落 那么未来六个月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 那么其实在澳洲今年六月份第一次降息的时候 我就跟身边很多朋友和客户 尤其是那些平时是喜欢投资股市的朋友们说 我们应该尽快的或者说立刻多购买一些澳洲的大盘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反复强调过的 一个国家央行一旦开始降息 那么势必对于股市起到的是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 所以说从六月降息之后七月再次降息 而且会在今年未来六个月之内很有可能会有第三次的降息操作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呢 那股市一定会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推动作用 那么如果大家会问 那么这个股市现在已经是十一年半的新高 未来六个月会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换一种思路来考虑 未来六个月我们觉得澳洲的经济是否能够马上恢复呢 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认为呢 时间并不会这么快 到今年十二月底之前澳洲股市澳洲的经济 包括澳洲楼市可能会有小幅反弹 但你说要马上恢复 未免时间太早 那么作为政府和央行 在经济没有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做的势必就是继续刺激和提振经济 因此在未来的六个月很有可能 除了这个降息之外 将会有比如说银行的信贷条件会放松 包括政府会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来帮助经济的恢复 因此这个大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敲定 也就是经济和消费可能依然疲软 但是政府和央行采取的措施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判断股市会怎么样 或者说黄金奥元会怎么样 就相对会容易很多 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问 那你到底推荐一些什么股市股票呢 我本人呢 一般来说推荐的都是排名前200的大公司 小公司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投机 毕竟几分钱几毛钱的公司 它涨十倍 就也不是很贵 也就是一块钱不到 甚至于就是几块钱 但是它涨十倍可能性是很低的 因此与其说投资之类公司 还不如是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之为赌一把 那么所以说呢 合理的或者说呢 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投资 最好的考虑办法呢 就是两点 第一 通常我看呢 就是这个公司目前是不是在赚钱 或者说它是不是在盈利 第二 就是它银行的现金流 是不是每一年都高于了前一年 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在盈利 而且它的现金越来越多 说明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发展阶段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在挑选公司的时候 也可以以这两点来衡量这个公司目前的经营水平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这个也有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在去年圣诞节之前 当时澳洲股市呢 是一路猛跌 跌至呢 5000点以下 很多朋友当时怀疑 这个是不是有金融危机来临 那我在节目中和我们的评论中也几次说到呢 我个人认为澳洲的经济的确在放缓 但是距离金融危机还非常遥远 澳洲股市呢 也不会像07年这样 美国一样遭遇大的下调或者崩溃 那么现在八个月时间过去了 这个股市也是非常给力 创出了11年半的新高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虽然经济是在下滑 但是由于政府刺激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因此在股市上呢 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是有着不错的回报率的 那么可能大家要问这个是不是啊 我们说到的是 我们公司GoMarkets养了一条章鱼啊 每天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出判断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章鱼是爬在涨 还是跌啊 这个两个球里面到底是喜欢爬在哪个上面 那么大家可能是多虑了啊 我们这边呢 没有这个章鱼啊 但是现在Jacky的判断非常之准确 我们内部是称他伪章鱼哥啊 而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章鱼的啊 这个要是我们有一只章鱼养着的话 早就被我们大鞋八块啊 炒青椒吃了啊 好了 这是题外话 那我们想说的呢 其实呢 就是这个投资啊 很多时候即使是我们本人啊 包括了我们本人也是一个小虾米啊 比如说像巴菲特一样啊 也好啊 银行的行长 甚至于美联储主席 他对于未来也不知道啊 其实说白了 大家呢 都是在猜 但是我们猜 要猜的有水平 要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和教训 来得出最有可能的结论 也就是说 这样的猜 不会让我们心里发毛 让我们呢 这个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这个金融市场呢 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 才充满了魅力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投资产品 每年回报率只有5% 所有人有了钱只能选择一种一种产品 那是多么无聊啊 也正是由于这个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才能看见 A2牛奶三年涨了20倍 才能看见Afterpay一年半涨了30倍 也才能看见呢 某些股票从30澳元 30美元跌至现在的一块钱 所以这个股市包括这个金融市场 就像是彩虹一样 充满了不同的色彩 它也是正吸引着我们 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得到自己的肯定 我很很多朋友说呢 有的时候我们投资并不是为了赚多少钱 就像很多可能是这个 目前还是比较小的投资 三五千的客户 他们会担心这个资金这么少 是不是没有什么回报 那其实我一直跟他们说 有的时候赚钱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通过这个学习 通过这个尝试 来肯定自己的判断 这对于我们自行新的建立 对于我们这个对世界的了解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人活着并不是全都是为了钱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